早期鱼池香陶夜发达 为了推广捏陶艺术创作 鱼池香中民社区结合亲手摇 日前在鱼池国小举办一场 只指指手鱼子偕老陶艺传承体验活动 这一次呢我们办理这个活动呢 是主要是要提醒我们年轻人 要记得传承这件事情 那我们这次邀请我们本乡 60岁以上的长辈来这边盖手印 然后呢这个手印烧好之后呢 会相喊在我们鱼池香的 公有设施的一个景观艺术墙上面 那这一次我们中民社区发展协会呢 结合了我们亲手摇呢 办理这个活动 然后呢我们鱼池香原本就是在 陶池上面有很大的 本来就有很大的历史 然后呢像比如说我们的涉水社区啊 还有我们的华纳禅 都是很有名的这个出产陶土的地方 主办团位也表示 这次也邀请巷内60岁以上的长辈来参与活动 来参加的民众也表示 搬离这样的活动相当有意义 也是鱼池香的盛事之一 更有传承的意义在 这真好啊 这算我们第一个 虎子嘛 算一个盛事嘛 把这个外团伴 还成功更好呢 我们这个就是要做一个 我们的祭奠 上去就能够以后贴在墙上 就是能够我们给我们的 相亲我们的以后的子孙能够看得到 那大家可以有那种传承的那种感觉 这个盖手印的方式就是说 最主要也是有点纪念说 以前我们的长辈 然后一手把我们的小孩子拉拔长大 所以用一手接一手 一代接一代的这个含义 来展现出我们这次活动意义的内容 新议员谢密某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尤其淘逸也是玉石箱的特色之一 希望未来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继续办理 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淘逸的一个活动 非常有意义 带动我们整个全乡的一个活动 我们就是以乡内60岁以上的老人 共同来按这个手印 要找一个很适当的墙面 来做一个纪念 所以这项活动参与的人数 老的少的都很热烈的参与 也非常有意义 而且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能够持续 将手印在淘土中 并利用竹签留下姓名 代表着传承的意味 未来也会放在社区内的墙上来做展示 谢议员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借此能够将淘逸文化传承下去 记者邱平逸 于此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